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階段開始是很快的學習 所以你帶她去Pay Group 不是說False她要認顏色 要認ABC 要怎樣加減成除 所以最重要的是 起碼她不怕生寶 不會說只是在家一天 可能現在很多是工人姐姐 或者是爸爸媽媽對著她 其實她悶的 你上到Pay Group 你又可以認識其他不同的朋友 你和她朋友的時候 你又可以在課語的時候 又可以約朋友一起去打千秋 或者朋友開生日會 你又可以去玩一下 其實是慢慢和她建立一個 她自己的社交圈子 或者是她自己的一些 成長的片段 不會只有大人 和她一個 所以最重要的是 父母的心態不是說 去Pay Group 而為了入某些名校 而不是說回這些學 她可能寫的Portfolio更漂亮 不是這些心態 我覺得沒有壓力給她的 不妨和她一起玩一下親子的活動 是很好 對她自己心靈上 或者是一些小的Skills 有時候你未必那麼清楚 其實原來她自己懂得拿餅吃 是很重要的 因為原來訓練她的母子和食指的運用 因為平時我以前只給她一條長的餅 她這樣拿著吃 我就覺得她很厲害 原來在這個階段 她要學會用這兩個手指 這些就是專業的知識 你可能要在這些Pay Group 才能慢慢了解到 或者有時候你有空去看書才能找到